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财富世界的一个普遍定律 二八定律 那这个二八定律 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社会 非常普遍的现象 非常普遍的规律 但是很多人并不深入了解的二八定律 可以说你真正掌握了这个二八定律 会大大提高你的财富创造能力 会大大提高你的股票投资能力 而巴菲特正是深刻理解了二八定律 而且是非常精妙地运用了二八定律 才让巴菲特从一百美元起家 现在变成创造了千亿美元财富的世界首富 1951年美国有一位质量管理大使 叫朱兰 他出的本书叫质量控制手册 他发现在质量管理领域有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说80%的质量问题都是20%的因素造成的 他把这个现象总结成更加一个普遍的规律 叫做关键的少数因素跟无用的大多数因素 也就是说在影响质量的所有因素里面 只有20%的少数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它产生了80%的质量问题 这就简单了 我们在做质量控的时候 只要控制住20%的重要因素 就可以大幅度提高产品的质量 那么在朱兰发现这个80比20法则之后 整个企业界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80比20法则 认识到这个二八定律 到了1987年 一个管理咨询专家叫理查德科克出了本书 就叫80比20法则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专门讲述 80比20法则 也就是二八定律的书 他发现几乎可以说 大多数行业里 20%的少数企业 占有了80%的大部分市场 在很多企业里面 是20%的少数核心产品 创造了80%的大部分利润 在这些企业里面 是20%的少数核心员工 创造了80%的利润 那在这些员工里面呢 他们工作的20%的少数时间 创造了80%的大多数成功 可以这样总结 在我们企业界 在我们经济界 在我们整个人类社会 80%比20法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20%的原因 造就了80%的后 20%的投入呢 创造了80%的产出 20%的努力呢 带来了80%的回报 那这个法则呢 核心不在于这个80-20的比例分配 它的意思是说呢 这个80比20法则呢 其实并不一定都是28开 有的时候可能是37开 有的时候可能是46开 也有的时候可能是10比90% 甚至有可能是1比99% 但是它的核心是同样的 就是说在大多数因素里面 只有少数因素是最重要的 正是这些少数因素呢 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是少数决定多数 那如果说诸兰呢 是把28定律应用在质量控制上 那理查德科克呢 是把这个28定律 80比20法则 应用在企业管理上 那么巴菲特呢 就是把这个80比20法则 这个28定律应用在投资上 那创造出了巨大的投资业体 让它成了世界首富 那么巴菲特是怎么运用这个28定律 把投资业体做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呢 听给大家慢慢到来 巴菲特主要用了三步 第一在几千家上市公司里 精选业绩持续大幅增长的 20%的优秀公司 我们可以用中国股市 大概做个测算吧 现在我们中国呢 有3000只股票 那其中呢 有20%的少数公司 可以成为优秀公司 这样我们能够找出这个600家 比较优秀的公司 这600家里面只有20%的企业经理人 是比较优秀的 那这样我们可以精选出 既是好公司又有好管理的120家公司 那在这120家公司里面 股票价格比较合力 甚至相对低估的 大约只占20% 那也就是说 只有24家 既是好公司 又有好管理 而且又有好价格的 好股票 这样的话 就把我们筛选投资标的 从3000只股票 每一步缩减到20% 这样通过三步呢 缩减到 你的投资标的呢 只剩下24家 既是好公司 又是好管理 又是好价格的目标股票上面 然后呢 你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时机 录取的买入 长期持有 就有可能带来巨大的财富增长 那大家想一想 你投资3000只股票 那你要看多少年报 要看多少公开信息 而你关注24家优质的公司 这样你的工作量呢 只剩下1%都不到 这样的话 你的投资更加轻松 而你的分心呢 更加简单 那这样的少数股票呢 反而能给你带来 更多的财富增长 截止到2016年6月底 巴菲特管理的 伯克希尔公司 票投资规模有1300亿美元 近9000亿人民币 而巴菲特总共持有的股票 才49只 前十大重仓股的仓位比例为84% 且五大重仓股的仓位比例为70% 这就是投资R8定律 这也是巴菲特投资成功的关键 少数股票占大部分仓位 集中投资 少就是多 巴菲特不是最近才集中投资 他过去50年来一直是这么做的 也一直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投资仅集中在少数几家 杰出的公司身上 我们是集中投资者 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投资应该像马克吐温建议的那样 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然后小心地看好这个篮子 那巴菲特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就按照巴菲特选择好股票的这三步 给大家慢慢到来 第一 在几千家上市公司里 精选业绩持续大幅增长的 20%的优秀公司 那巴菲特筛选20%的少数好公司的标准 是什么呢 最核心的标准就是净资产收益率 就是投入产出比 巴菲特的要求 这家公司的过去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必须能够达到15%以上的净资产收益率 那每年15%可能大家听起来 好像觉得也没有啥 那我告诉大家一下 每年15%就意味着五年翻一翻 五年翻一翻 那么五年一百万变两百万 一个亿变两个亿 十年就是两个亿变四个亿 那这样陆陆续续翻下去 非常不得了 就是说五年两倍 十年四倍 十五年呢就是八倍 二十年呢就是十六倍 因为这是个复利啊 像滚雪球样不得了 这个复利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是巴菲特过去五十年 他的平均年化收益率 就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大家听起来不高 但是就在五十年 巴菲特累计的收益率 是七千九百九十倍 差一点就是八千倍 明白了 每年百分之二十 看着没有啥 就是三年多翻一翻 但是呢五十年下来 接近八千倍 那巴菲特呢 一直奋斗到六十三岁 才赚到人生第一个一百亿 现在巴菲特各种财富呢 有六百多亿 他每年百分之二十 一年就赚到一百多亿 现在巴菲特一年赚的钱 就相当于他人生 前六十多年赚的财富总和 所以这个复利呢 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巴菲特强调 这个百分之十五的收益率呢 不是一年 不是两年 不是三年 而是过去五年 过去十年 能够长期保持的净资产收益率 那巴菲特呢 他发现呢 尽管美国的企业很多 全世界的企业很多 能够长期保持 百分之十五 净资产收益率的企业呢 可以说凤毛临角 这个就不是八十比二十 不是二八定律 基本上可以说是百分之二 百分之九十八 巴菲特三十年前 就发现了这一点 他当时看了 美国五百家最大的服务企业 五百家最大的制造企业 一共是美国最大的一千家企业 从1978年到1988年 这十年的统计数据 他发现呢 能够每年保持百分之二十的净资产收益率 而且没有一年低于百分之十五的公司呢 这一千家里面呢 只有二十五家 二十五家比上个九百七十五家 可以说是一百家里面 只能挑出不到三家 绝对可以说是凤毛临角 过去五十年呢 巴菲特收购了近百家公司 这些企业里面呢 投入产出比很高的企业呢 也是少数 连百分之二十不到 大部分企业呢 投入产出比都是比较低 甚至有些呢 是相当低的 那巴菲特说 他投资的企业里面 最优秀的代表就是喜事坛股 这个企业呢 每年只要投入四千万 就能给你赚八千万 那投入产出比啊 可以说是两倍 一比二 比较优秀的企业呢 也就是说相对而来要低了 大多数企业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投资的叫飞安公司 这家公司呢 他投入了五个亿 现在每年呢 能够的赚 1.5亿 这个投入产出比呢 就是百分之三十左右 这算是比较正常的 而现实中 绝大多数企业的投入产出比呢 要低得多 那有些企业呢 非常糟糕 甚至说 你投入了很多 而且要远远不断地投入 而他给你创造的回报呢 是负数 还会带来巨大的亏损 那巴菲特说 这里面呢 最典型的糟糕企业的例子 就是航空公司 从人类发明飞机 到现在的一百多年呢 可以说这投资人呢 给航空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本 但是航空公司 给投资人创造的累计财富 不是正数 而是负数 不是盈利 而是亏损 那巴菲特呢 给自己定的任务 就是在美国几千家上市公司里 惊显出来 他的未来进展收率 能够平均每年达到15%以上的优秀企业 企业得人管呢 就好马配好安 那好的马 必须有好的骑士 必须有好的经历人 才能够持续股东创造 最高的业绩增长 所以巴菲特强调呢 我们现在不但要找到好的企业 还要找到好的经历人 那用巴菲特的话来说 就是要跟那些伟大的经历人合作 才能取得伟大的投资成就 他说 跟那些伟大的经历人合作呢 那你的投资就非常简单了 第一点 你不用教他怎么做管理 就像 你不用教乔丹怎么打篮球 你不用教泰克伍兹怎么打高尔夫 他说 如果你收购了一家企业 你得教这个企业的经历人 怎么做好管理 那要么你有问题 要么就是这家企业的经历人有问题了 巴菲特在精选 这20%的优秀经历人 他用的标准呢 非常严格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 就是德才兼备 他要求第一点 这家企业的经历人 必须诚实正式 就是他在德上可以 这个企业的经历人呢 必须是全心全意给股东服务 他呢 努力把企业创造的更多的财富 装到股东的口袋里 而不是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那第二点呢 才是这个企业经历人 要很有财 很能干 首先是德 其次是财 巴菲特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你收购了一家企业 你发现这家企业的经历人呢 既不诚实 又不争执 又虚伪 又狡猾 又自私 又贪婪 总想把企业的财富呢 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那你最好祈祷呢 这个经历人非常愚蠢 非常笨蛋 那如果他非常能干的话 那你会发现你的财富 哗啦啦啦很快 都装到他的口袋里了 所以说诚实正直 这个品德方面 是巴菲特精选 20%的优秀经历人 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巴菲特投资 股票的经历案例 就是可口可乐 那可口可乐 是家好公司 大家都知道 那在这个80年代 就是从1970年到1980年 这十年期间呢 这个可口可乐的公司 这任的管理人呢 做得不好 公司多元化 又是搞农场 又是养虾 搞了很多 跟饮料主业 没有关系的行业 而且呢 公司在这个业务经营中 也遇见了比较多的挫折 导致公司的业绩下滑 就是说可口可乐 这家公司呢 是好公司 但是他的管理不好 所以巴菲特一直在看 并没有投资 后来到了1981年 可口可乐聘任了 新任的CEO 叫郭斯大 他上任之后呢 就开始 把那些跟饮料主业 五官的行业呢 全部都砍掉 集中聚焦发展 这个饮料的主意 而且呢 他开始的全力推行 可口可乐呢 全球化发展 以前可口可乐呢 是80%的利润 来源于美国 这个本土市场 那在他的推动下呢 可口可乐的全球市场 大幅度增长 那现在可以说 可口可乐 80%的利润 来自于海外市场 那巴菲特看到 可口乐这个公认的 好公司 又有了好的管理 于是巴菲特就开始 大量买入 他呢 从1988年开始买 1989年买 1994年增持 累计买了13个亿 10年呢 巴菲特就赚了10倍 从一只股票上 就赚了120亿 那这个呢 就是巴菲特投资公司 不但要求好公司 而且有好管理的 一个经典案例 前面我们讲了 巴菲特第一步精选 20%的优秀企业 再在这20%的优秀企业里面 精选20%的优秀企业经理人 这样选出来 既是好公司 又有好管理的 超级明星公司 就只有4%了 那巴菲特并不满足于此 一家公司 既是好公司 又有好管理 并不意味着 它的股票 就是好股票 就像我们大家去买房子 既是好的房子 又有好的物业管理 并不代表 这套房子就值得你去投资 因为如果它的价格过高的话 也不是一笔好的投资 投资并不划算 那同样 我们在买股票的话 既有好的公司 又有好的管理 并不代表 这只股票 就值得马上大笔买入 因为如果股价过高的话 也不是一笔好投资 所以巴菲特要求这家公司 既是好公司 又有好管理 而且还有好的价格 用巴菲特的话 就是说合理的价格 最好能够比较低估 这样的话 才能长期实现大幅的增值 那到底什么样的股票价格 才是好价格呢 那巴菲特会对这家公司的价值 进行评估 它按照的是 未来的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然后算出来这个价值呢 跟目前的价格相比 如果基本相符的话 是比较合理 如果呢 第一个三成左右 这就是比较低估了 那如果这家公司的股价 远远高出巴菲特评估的 现金流量折现价值 那巴菲特就不买了 不划算了 它就会等 那巴菲特等到什么时候 就会投资啊 等到股票打折的时候 什么时候打折呢 就是股市打跌的时候 富国银行是巴菲特第一大重仓股 目前持有富国银行10%的股份 价值225亿美金 巴菲特最早买入富国银行 就是在银行股暴跌之时 当时市场对于加利福尼亚 出现楼市崩盘的恐慌 导致富国银行股票在1990年的几个月内 狂跌了几乎50% 2009年一季度在金融危机下银行股再次暴跌 富国银行暴跌82% 巴菲特再次增值 在那年的股东大会上 巴菲特甚至表示 如果我只能将所有的资金投入一只股票 那就是富国银行 然而富国银行在2009年3月份至10月份 短短半年之内就上涨了三倍 从最低点9美元左右上涨到了27美元 有人算了笔账 如果你在2009年 跟着巴菲特买入100万元人民币的富国银行 现在这笔投资价值600万元人民币 每年可以为你提供20万人民币的分口 巴菲特有句名言 叫在别人贪婪是恐惧 在别人恐惧是贪婪 他自己曾经这样更通俗的解释 我总是在股市一片狼藉的时候 去寻找投资机会 那股市暴跌之后 很多股票就会跌得很惨 那巴菲特在这里面 会寻找那些他过去 一直关注的既有好的业务 又有好的管理的超级好公司 这个时候在股市低迷的时候 他用合理的价格低价买入 然后长期持有 最终让他赚到大量的财富 我看了一下巴菲特股票投资的最新数据 现在巴菲特整个的股票投资规模 有1300亿美元 接近9000亿人民币 你猜在巴菲特投资了多少只股票 49只 那在这49只里面 巴菲特并不是平均分配 每只股票的仓位比例一样 而是前十大中仓股 占了84%的仓位 这完全符合我们前面讲的二八定律 20%的股票占了84%的仓位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80比20法则 也就是说二八定律 在财富世界里是非常不公平 非常不均衡的 那巴菲特正是精选 20%少数最优秀的企业 再在这优秀企业里面 再精选20%的优秀企业经理人 然后再进一步精选 股票估值合理的 20%的少数股票 然后长期持有 给自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可以说 让巴菲特如此成功 成为世界首富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正是二八定律 希望各位观众呢 以后认真研究 分析运用二八定律 这将会大大提高 你的投资收益率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